虽说这次内地版的雪狼狐和97年在香港上演的雪狼狐在剧情上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舞台和几乎完全是重新设计的 比1997年版的雪狼狐舞台更加美轮美奂 剧中张学友扮演的是小花匠狐狼和老狼仙两个角色 年过40的张学友在剧中换上一副浪人的面具 还要从二楼顺着铁梯徒手滑下 不少惊险动作着实让现场观众捏了一把冷汗 除了张学友之外 另外一位雪狼狐的元老级人物就是陈杰宜 从1997年她就开始出演剧中的玉凤一绝 而她在舞台上的充分定力的自如表现 也再一次赢得了首都观众的掌声 不过在她自己看来每一次的演出都会有不同 这次的演出意味着又让自己的演技进了一步 玉凤她是个很羞涩的女孩子 每当她遇到一些可能她要撒谎 她就会头低或者抓后脑骚 可是有一个地方 导演说其实你这里你不用那么害羞 其实你有一点想变成小雪来代替小雪 所以这里你要有一点点小雪的那种活泼 跟有一点点的高傲 而除了这两位原伴的人马之外 也是本次北京首演的最受关注的人物就是汤灿 虽然是位民族唱法的歌手 首次参演就担任女主角重任的汤灿 显示出很成熟的唱功 由于从民族转到流行唱法 她的声音略显有些声色 但是在高音的部分显得很有优势 她的特点就是我觉得在所有演过的小雪里面 她是最端庄跟淑女的 原来有八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和雪友的聚餐 在同一家酒店举行 而这八对新人全都是雪友的铁卡歌迷 也都是刚刚从看完雪狼湖的演出现场赶过来 经历人生的婚姻大事 又巧碰遇到自己的共同偶像 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自己的偶像张雪友 来做他们的证婚人 而在这样的场合碰到自己的偶像 新郎新娘们不但是有了个意外的惊喜 更是让自己的婚礼变得很有纪念意义 太激动了 你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歌声 谢谢 小心一点 你孩子很小气 你的梦想应该是娶到她 记住 好谢谢 再来听听这位 怎么听也想是把张雪友当成了叔叔辈的了 我从小学就开始听您的歌 今天能有你来见证我们的爱情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幸运 也非常非常地快乐 相信我们的爱会是很幸福的 也希望你永远幸福快乐 谢谢 有信心就好了 你有信心就可以 应该是 你看从这个小学一直听到 听到她结婚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现在说我出生没多久的经历 我现在说我出生没多久的经历 我现在习惯了 不过我相信她是宝宝为了 这样的其乐融融的场面 除了祝福 当然少不了要唱上一曲 她的一生 因为有了你的爱 不要说一切精彩不严重 这一刻为这烛光 让我们轻轻地度过 谢谢 体会着歌迷新婚祝福的快乐 体会着雪狼狐眼珠成功的喜悦 这样的平安夜 相信学友也会难以忘怀吧 娱乐在线 北京采访报道